接着我们看生命轮回第二段的 这一段文章是非常的难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词 A range of 一列的 Bacterial 细菌 Fungi 植物的菌类 Be released into 被释放进入什么地方 Available 是可以利用的 可以取得的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Process 过程 Oxygen 氧气 Grind to a hot Grind to a hot 停顿 Stuff 爱恶 Vital Link 重要的连结 现在看第二段的内容 他说前面第一段 已经讲到了说 所有死亡的那些东西 他还有废物 就会形成一个维生物的一些食物 这些维生物 称之为分解者 那么 现在 重点就放在分解者了 这个分解者 the composers include a range of bacteria fungi and small animals 先到这边 他说这个分解者呢 很多 它包含什么 include 动词 包含有三个东西 a range of 是一系列的细菌 都是 fungi 植物的菌类 还有 small animals 小的动物 三个东西 用and来连接这三个东西 好了 现在 讲到了这个 小的动物 后面又加了一个 关系子句 要来补充 说明前面的这个 小的动物 累的就是讲这些小动物 这些小动物呢 会怎样 break down break down就是 给它破裂 破损 分解 这些小的动物 会分解大自然的废弃物 因度就变成 因度分成变成 这些动物呢 分解了大自然的那些废物之后 就变成了 e 这个ever 更小 这个应该打错了 应该是even even是表示 甚至的意思 不是ever ever就不太通了 应该是even 甚至更小的东西 这是强调的 甚至更小的pieces pieces就是一小片的东西 分解越来越小 分解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until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分解者会把 废弃物 一直分解 分解 分解 分解到很小 很小 很小 然后一直到 old material 那些 死亡的 遗骸的 所有的化学物质 不论是动物 植物 那些 所有的化学物质 are released 被释放进到空中去 化学物质完全被分解完了 就会释放到空中 释放到泥土里面 以及释放到水中 这样子 那就全部 一切变成空了 下面这个片语很难懂 making就是分词片语 这个是延续过来的一个内容 他说 一直到所有的化学物质 被释放进到空中 泥土中 还有水中 使得 making就是使得 使得他们 请问这个他们是指谁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使得他们 这个他们就是代替复述 前面这个句子 只有一个复述 就是这个 chemical 所以这个danger代替chemical 使得 所有的这些化学物质 可以被利用 available to 是 可以被谁利用 被 其他的生物 所利用 也就是说 所有化学物质 通通分解完了之后 这些化学物质 就可以被 其他的生物所利用了 这样子 所有的遗骸 全部化为乌有 就回归了大地 这些句子是很难缠的 再来我们看下面 without carbon dioxide 你看像这个句子 也是很不容易解释 看起来都很简单 我们先来做分析 我们先来做分析吧 如果没有这个二氧化碳 好了 老师的切割是从 一 我看到了 without 介绍词 二 我看到了 过去分词 加一滴的 因为 这里有介绍词 所以这个不可能是动词 介绍词后面 这里不会有动词的 所以句子应该是从后面开始 我是这样判断的 那我知道 这个release就是 过去分词片语 来修饰前面的二氧化碳 来 我们再做内容上的讲解 如果没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从哪里来 后面 release的 这个是讲二氧化碳 是被释放出来的 从哪里被释放出来 from the process 从这个过程中 被释放出来 请问这是什么过程 分解的过程 化学物质 被这些动物 小动物一直分解 分解分解 这个就是讲 分解的过程 二氧化碳就会被释放出来 这样了解了 句子就在后面 所有的植物 如果没有 这个分解过程中 被释放出来的 二氧化碳的话 如果没有 那么 所有的植物 or plant life 植物的生命 would die out 所有植物的生命 通通通会 die out die out是什么意思 全部死光 通通会灭绝 植物 没有办法存活 同样的 又来一个了 without oxygen 如果没有 这个氧气 什么氧气 let the plants give out 植物 释放出来 的 氧气 你看看 因为 我们化学物质 在分解的过程中 会产生 二氧化碳 那么 二氧化碳 是植物所需要的 所以 植物 有了二氧化碳 植物可以 成长 成长之后 植物就 释放出 氧气 所以 这个是 衔接的过程 那如果 没有这个氧气 什么氧气啊 植物 所释放出来的 氧气 这就是 关系子聚 来说明 前面的氧气 还有 如果 没有 这个食物 什么食物啊 disapply 对 又是 负数 也不知道 是讲 谁 你就往前 找 找负数 的名词 往前 找 有没有 找到 有 这里 所以 这个 对 就是代替 食物 所以 这样就 很清楚了 这个 所以结构 真的要特别注意 如果没有这个氧气 什么氧气啊 植物释放出来的氧气 而且 以及 如果没有这个食物 什么食物啊 这里 修饰食物 植物提供的 一个食物 好 句子在这里 句子在那边 Life would grind to a heart 生命 就会 终止 grind to a heart 就会 停顿 而且 所有的动物 all animals would starve 所有的动物 都会 挨饿 现在老师要提一个问题了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 过去是 住动词 还有 这边也是 过去是 住动词 这也是 过去是 住动词 为什么这三个地方会出现过去式住动词 因为这是假设法 配合without 形成的假设法 你看without 这个假设法 without 接触这个假设法 without 接触 这两个 这两个without 这两个without 接触的假设法 在这里 还有 这里 表示说 我们刚刚讲的 理论 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 有没有这样子存在 没有 事实上 植物还是有啊 二阳发带还是有啊 生命就是这样 不断的轮回 旋转 所以这是一个假想的情况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就会怎样 事实上没有 好了 最后一个 the decomposal 这个分解者 are a vital link 是一个很重要的连结 in 在什么方面 又是一个介细词 片语 在一个 natural cycle 大自然的一个 循环的一个重要连结 什么大自然的循环啊 of life and death life and death 就是 生死 自然循环的一个 重要的连结 这些是片语 这边也介绍片语 这是 生死的一个 大自然的 自然的一个 循环的 重要连结 好了 这是有关于 生命轮回 第二段 结构 非常的复杂 可以多听一两遍 感谢观看